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的陆毅能同修与我们分享 身患癌症晚期、癌细胞淋巴转移的先生 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念经、许愿、放生 癌细胞彻底消失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河沙 感恩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各位同修 大家好 我是来自美国加州旧金山的陆毅能 今天非常感恩 有机会分享我先生王焕 经由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念经、许愿、放生 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 由一个非小细胞肺腺癌三期病患 到癌变细胞消失的经历 我先生和我都出生在上海 在2008年协一儿一女移居旧金山 他在电脑公司做网络工程师 我在中小学当老师 日子虽然不是大富大贵 但是夫妻和睦 儿女懂事 幸福安康 可是去年的10月24日 一张CT影片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我先生咳嗽断断续续11个月 医生一直诊断为过敏 由于咳嗽不严重 而且症状和过敏性咳嗽一模一样 所以也没有足够的重视 直到去年的4月份 先生得知比他年轻的同事 也是长期咳嗽不遇 结果诊断为肺癌晚期 半年不到就走了 这下先生自己着急了 生怕也和他的同事得一样的病 去医院检查 血像、X光片都正常 又被医生挡了回来 直到去年9月 我先生出现了吞咽困难的症状 吃饭要喝水或喝汤才能咽下去 于是我们转院换医生 又做了一系列检查 排除了过敏的可能性 结果CT检查终于查出了病因 肺部有节节 时到附近淋巴节异常肿大 次日我先生又做了Pet CT 高度疑似恶性肿瘤 活检的结果更是由晴天霹雳当头一棒 非小细胞肺腺癌三期 右下肺原发癌半淋巴转移 我和先生抱头痛哭 想到年幼的孩子 年迈的父母 我们觉得世界快塌了 我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度日如年 原来小说里描述的痛苦的场景 什么心如刀脚 心痛的不能呼吸 这些都是真的 我们真真切切体会到人生的无常 凡人的无奈与无助 我的父母修习心灵法门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当他得知我先生得病的消息 悲伤之余 母亲安慰我 我们有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们的 其实我从小就信佛 但是不懂佛法 不知道怎么修行 在父母亲开始修习心灵法门 念小房子的时候 我却没有积极跟进 只是在有空的时候念念心经 有事的时候 拜拜求菩萨 菩萨保佑 如台长恩师 两次为我先生看图腾 台长百忙之中慈悲开示 好好修心 念经 求菩萨能改变 小房子要三百八十张 放生一万三千条鱼 住房的右手边有灵性 还有阳寿 但是遇到了劫难 得到台长的开示后 我们信心大增 放下悲伤 开始三大法宝 许愿 念经 放生 我们许愿不杀生 不吃活的海鲜 吃素 并遇献身说法 度化更多有缘众生 我和先生开始每天做功课 念小房子还债 看台长的白化佛法和图腾饰平 我们还注印经书 愿更多众生能听闻佛法 感恩上海师兄帮助我先生五次放生 共计十万元人民币的鱼 感恩上海和旧金山的同修 结缘了共三百五十一张小房子 我先生从不会念经到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做功课 每天念小房子 一张一张积累 一点一点还债 我和先生的心态也日趋平静 一方面 心灵法门灵验的势力 同修师兄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鼓励和支持 另一方面 我们也懂得现在经历的病痛疾苦 是自己贪嗔愚痴造成的果报 随着小房子一波一波的烧送 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二十一张小房子烧送给房子的药金者之后 压在我心头的大石头 一下子没有了 我先生以前每夜噩梦 现在做的都是开心的梦 我车祸去世的公公 居然到头胸的梦中 向我们要小房子 在我们看遍旧金山明医 包括斯坦福大学专科教授 还拿不定主意 到底用哪个治疗方案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祈求菩萨给我们指引 菩萨妈妈给了我们最好的安排 不开刀 不化疗 不放疗 使用靶相治疗 口服药 菩萨在梦中提示我先生 用靶相药物治疗 居然连基因的名字也告诉了我先生 在美国 二十万美元的治疗费用 正当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 我先生的主治医生居然主动向我们提供几乎免费的靶相治疗 听到这样的安排 我和先生都惊喜感动万分 我们知道这一切是菩萨妈妈的安排 我先生使用靶相药物的六周内 副作用较其他病患小得多 经过六周的药物治疗 1月11日的PEPS scan全部阴性 显示原本扩散的两个淋巴结恢复到正常大小 肿瘤尺寸大大缩小 也不再显示活跃 得到消失的那一刻 我和先生热泪盈眶 这些都是菩萨妈妈保佑的结果 到今天为止 我们一共烧送了652张小房子 我先生身上的癌细胞不见了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卢君洪台长 我们一定继续精进修行 度人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的杜惠丽同修 与我们分享 严重脑部损伤 几乎成为植物人的先生 在心灵法门救度之下 神奇康复 创造医学奇迹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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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天护神龙天护法 诸佛菩萨 感恩 大慈大悲 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心灵法门的师兄们 两年代 洗手间时无故摔倒 被人发泄时蹊跷出血 全身扭曲 先生被立刻转到北京武警总医院 与天团的专家一起会诊 伤势严重 11月5日 专家连夜为先生开炉进行了第一次手术 11月7日 先生大脑另一侧又病变 立即又进行了第二次开炉手术 11月8日 先生已经不能自主呼吸 11月9日 又为先生进行了第三次手术 最后气管切开 浑身上下插满针管 24小时不停输液 一个大脑 九种症状了 脑扇 幼额脑挫裂伤 左捏诊硬膜外冲血 猪网膜下腔冲血 左捏诊皮下冲血 脑肌液漏 耳漏 鼻漏 颅底骨折 颅骨骨骨折 外伤性 脑梗死 医生始终不信是摔倒地上 拿着片子说 你知道脑扇是什么吗 大脑像一块豆腐 被人啪一下子摔到地上 成浆糊了 脑挫裂伤就像地震 一间房屋上下左右挫裂了 一塌糊涂啊 一个脑扇就足以毁掉一个人啊 我听完 吓得当时就昏倒地上 不省人事 11月11日 先生突然贫血 11月20日 应急性未出血 从11月15日到22日 一直不停输血 短短十几天 已经花了二十多万 先生嘴巴 鼻孔 冒着黄浓 眼珠子冒着 像一具尸体 恐怖 可怕 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刻 我遇到了心灵法门 北京 山东 河北 广州 等各地师兄 电话不断 先生的安危 牵动着每个人的心 我立刻向菩萨妈妈许愿 为先生放生 第一波五千条鱼 一千张小房子 一定随时随时随时随地 以先生的康复变化 现身说法 12月1日 先生又开始输血 12月4日再次未出血 12月8日 先生瞳孔 已没有反应 极度贵性 极度贵血 所有的仪器和药物都加到了极限 造血功能极尽丧失 危在旦夕 公婆家人都不念经 我心急如焚 即刻放生一千五百条鱼 业障深重 临时抱佛脚 功德不够啊 医生让回老家待着吧 摔成浆糊 有啥好办法 也许一年能醒来 也许植物人 假如人才两空 你怎么养活老人孩子 所有人都放弃了 我跪在地上 一个人痛哭坚持 我相信菩萨妈妈 不会放开孩子的双手 我相信量变到质变的转变 菩萨妈妈听得到孩子的求救 很多师兄开始为先生 祝念大悲咒 祝援小房子 同学 好友 等都来支援 公司学种姐姐 带动全体员工 过年三个月不拿工资 为赵阳治病 大家的心 都凝成了一股绳 同时又给先生放生 一千五百条鱼 三天后 十二月十日 先生竟然生命体征 全部稳定 身上的控制仪器 也拔掉了 三天 真的奇迹 起死回生了 是大家的慈悲和愿力 感动了诸佛菩萨 只要坚持不懈 一定能走出困境 多年来 固执的婆婆 也打电话 要我帮忙供佛台了 我开始一边照顾先生 一边背着书包 外出发书 度然放生 我不但要救度先生 我还要抓紧时间 争取一切机会 红发救人 将近四个月 先生的大脑 终于醒过来了 脑伤后 造成先生脑部 重度积水 大小便失禁 失忆 智力障碍 言语障碍 脑干受损 小脑萎缩 右侧偏瘫 肢体僵硬 必须做分炉 开流手术 医生说 脊髓不可能 自行吸收 不增多 就万幸了 可几万的手术 费用怎么办呢 我决定放弃 给先生做手术 坚定三大法宝 可以再创奇迹 我发愿 继续为先生 放生一万条鱼 八百张小房子 继续住印法宝 红法度人 先生也开始自己发愿 吃全素 艰难的学念大悲重 四月二十八日 先生再次检查 结果是脑部的积水减少了 同时北京的师兄们 又把几百张小房子 邮寄到我手中 更感动的是 五月十一日 凌晨五点多 先生做梦 梦到师父法身 来到住房 拿着一根引流管 来抽鸡水 六月份 师兄们全力 帮助我去香港 法会参加拜师 我跪在观音堂 为先生念诵 礼佛大唱会文唱会 当我返回北京时 走之前 还坐轮椅的先生 竟然笑着 向我走来 他会自己走路了 先生和我一起外出 放声 发书 度人 2016年7月 从香港法会回来 出乎意外 先生竟然拿到了 每月八千多元的补助 菩萨妈妈 让我们安心红法 不用发愁啊 我们还住进了新房 年约12岁的女儿 年约12岁的女儿 也成为弟子了 公公也念经读白话活法 婆婆现在天天听念佛经 三个宝宝宝舍 七个宝宝一起学佛念经 法喜充满 娘家爸爸也设佛台念小房子了 两年来一直不修心灵法门的姐姐 也念小房子 决心要申请拜师 先生从目不识丁 到经文不离口 听录音小房子一天三到六张 白话活法 他自己读了四五本了 从马来西亚法会回来 自己还会做饭了 反过来照顾我了 要知道医院里和先生类似的病友 已去世即位了 家庭破裂 无以言表 以前亲切想自杀 严重抑郁症的我 在红发度人 奔跑的路上 不知不觉就好了 没有心灵法门 也许先生还是植物人 也许我过得颠沛流离 东拼西间 连老人和孩子的温饱 都岌岌可危 只要我们坚定信念 真修实修 处处都是奇迹 弟子杜惠丽 定当更加精进努力 忍辱精进 以身践行 不负恩师 弟子分享完毕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 请诸佛菩萨原令 再次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恩师卢金洪台长 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 新加坡的刘本芳同修 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 不仅让自己摆脱病苦 重获新生 而且令高龄怀孕 极度危险的妈妈 顺利生产 母女平安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莫和萨 感恩祝位佛菩萨 及隆天护法 感恩恩师卢金洪台长 感恩义工们 及佛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刘本芳 在2006年 我19岁时 就如台长说的 年龄 风三六九的光节 那一年 我中了黑斑纹的文毒 名称为 骨痛热症 生病的过程 对我的身心 都是煎熬 我发热 发冷 呕吐 泄渡 甚至大小便 失禁 就是这样 我的爸爸却不愿 给我抗病吃药 后来在一位 阿姨帮助之下 我住院三天后 已经完全康复了 但是 这个病根 没有办法完全断根 随时会发作 并且 我的肺 肝 胃 心脏 都被损坏了 所以就算 不发病 我也经常 头晕 头痛 胃痛 手脚痛 就让我非常怨恨 我的家人 为什么要这样 对待我 至此我每两年 发作一次 痛苦不堪 我经常发生意外 比如 车祸 我的手臂被撞伤 留有后遗症 疾病和家庭的不幸福 就如我同活在的人间地狱 我甚至想过 自杀 在205年的3月 我在Facebook 看到台奖的视频 那时我有些怀疑 我曾想过 不知是否去了解 这个法门 以致犹豫不决 怕自己没有时间学习 因为我上班工作的时间 问题 导致我没有办法学习 一致学习的佛法 也带着怀疑一面 去了解这个法门 虽然猜测不坚定 但一个月后 我还是来到的 新加坡光阴堂 开始学做功课了 自从学佛后 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知道今生的不幸 是因果报应 人生的痛苦 都是自己造的呀 念经后 我的病症都改善了 尤其是2014年 本来又是我的放病的时期 但是这次苦痛热症 没有再来光顾我了 我有了好好活下去的信心了 听到这里 您可能以为 我一定会好好学佛的 但事实那时候的我 没有智慧 学佛还不够坚定 我周围的同事 朋友 家人 也都不支持我学佛 说了很多不好的话 我本身工作时间长 很难安排念经的时间 我就开始不按时做功课 不念小房子 不久 我以前的病症 都回来了 并且工作中的同事 也一致针对我 我越来越苦闷 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家人朋友的那些 不正见只会害了我 我在菩萨妈妈面前 痛哭 请求原谅 我重新念经后 身体又慢慢地好起来了 在2015年的4月 我参加了新加坡的法会 而且被抽到看图腾 台长说我的朋友过世的母亲 在6个月后 会投到一个亲戚 或者朋友家 真的不可思议 因为当时我的母亲怀孕了 正好是6个月后 就生了一个女孩 心灵法门 救了我妈妈和这个妹妹 我妈妈怀孕时 已经49岁了 医生查出 她的血液粘稠 每个月 都要给她打溶血针 2015年6月 妈妈的预长期到了 由于她的年龄比较大 子宫已经封闭了 不然不能自然生 但是开刀的话 崩雪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妈妈一直打溶血针 所以危险性很大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我就跟妈妈说 妈 你跟菩萨妈妈说 许愿吧 只有菩萨能救你了 许愿 祝一十五次数 愿这个功德 保佑生产顺利 我就叫她念 大悲咒 心经 准地神咒 和 消灾吉祥神咒 生产当天 是我这个儿子 陪着母亲进厂房的 这是妈妈向医生要求的 因为她说我可以为她祝念 我念了功德保三神咒 把妹妹前世的功德 用来保护她 能够顺利出身 手术中我狂念大悲咒 那时我看到母亲在发抖 她很害怕 我留在那里说 妈 没事的 有菩萨妈妈保佑 一定会没事的 那时的我就忘了以前种种 委屈和对父母的怨恨 只是不想失去这个家人 我对不起你们 我以后要做个乖孩子 好好烧圣他们 我就一边念经 一边握起我母亲的手 奇迹出现了 整个手术非常顺利 妹妹顺利地取出来 没有出现崩雪的情况 医生自己也很困惑地说 这是奇迹啊 以她的预测 一旦开刀 就应该血流不停地 我和我妹妹相差三十岁 这是医院第一次的记录 真的很感恩 关心菩萨妈妈 我以前也接触过其他法门 还皈依过 但是那些法门 没有这样一个好的师父 给了我三大法宝 让我可以消除业障 改变命运 并且还有这么多的精进 慈悲的师兄们帮助我 在我分享结束之前 我希望各位要相信 菩萨妈妈真的存在 让我们珍惜 这么难得的姻缘 今生能够遇到心灵法门 珍惜这么好的法门和师父 让我们一起回到 关心菩萨妈妈的身边 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 我的分享就此结束了 如有说的不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请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关心菩萨妈妈 原谅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关心菩萨 感恩祝位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 感恩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义工们 及佛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